现在在台湾工作 球学甚至成家立业的外籍人士 越来越多了 在今天在板桥就举办了这么一场 国际美食文化市集 而且有非常丰富的表演跟美食之外呢 更特别的是还有这么一场 台湾杯国际移民足球赛 今年呢吸引了来自52个国家 超过800名的优秀球员参加 让参与比赛的球员直呼 这简直是小型的世界杯 尽管天宫不作美 但球员还是在球场上奔驰 继续争取赦门机会 台湾杯国际移民足球大赛 至今已经致势迈入了第五个年头 累积出不少优秀的球队三赛 今年已经有超过24支球队 来自52个国家 共有840名的球员参加 更分成北中南三区 共有104场比赛 堪称历年规模最大 看起来一个Walker 我觉得应该有差不多52个国家 那Walker就是32而已 所以差不多应该是台湾的一个Walker 不只是足球比赛刺激吸引人 现场更筹备了国际美食文化市集 让民众就算不出国 也能享受到道地的一国美食 因为我觉得我们越南的美食 我觉得很好吃 台湾也好吃 但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口味 不只是来台22年的越南料理达人 现场更有包括泰式 印尼等等来自世界各国的好味道 除了国外的美食 台湾的在地风味 也吸引到不少民众尝鲜 包括原住民料理 还有客家雷茶 道地美食要上各国游客 介绍台湾多元文化之美 华世新闻 晚上张荣飞三居小组 新北市采访报道